国际间的焦点 因为不满遭到讽刺极端穆斯林分子 血洗屠杀法国查理周刊总部 其实这已经是法国近一个月之内 第二起穆斯林发动的严重攻击了 这样子大规模突袭 会不会在其他欧美国家 引发模仿的效应 美国纽约 英国伦丹 防恐单位都非常的神经紧绷 过去一年以来 伊斯兰国跟盖达组织 都曾经发动过恐怖屠杀 这也引发了西方 以及极端穆斯林的对立冲突 是越来越烈了 枪声大作 12月的雪梨人至辖 决事件伊朗裔枪手 以伊斯兰黑色旗帜表达立场 同时伊斯兰国组织 更利用大规模杀害士兵百姓 当作宣传 伊斯兰国报复性集体屠杀恶民昭彰 西方国家空袭轰炸 部分媒体更是透过了嘲讽攻击这些伊斯兰极端组织 法国这一次遭到恐攻其实有迹象可寻 因为不到一个月之内就发生了多起穆斯林攻击警察民众暴力事件 法国接着又发生了高喊真主伟大的男子 开车直接冲撞行人 而回顾到2013年 法国名文禁止伊斯兰妇女在公立学校带头巾争议 更是引发了巴黎三天的暴动 暴露出了这个欧洲最多穆斯林人口国家的难题 握有政治实权的法国左派 如何因应穆斯兰极端分子暴富反扑 这不仅是欧兰德的烫手山芋 纽约伦敦等大臣也担心这一类大规模屠杀恐攻 会在各国引发模仿效应 记者邹恒听不到